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东西呢 它就叫Talk 摩根Talk Talk的第一期节目就是皮尔斯摩根选择了川普 然后跟川普发生了大冲突 那一份冲突的本身呢 是皮尔斯摩根自己在给 就有了一种营造氛围的成分 所以咱们现在的新闻是这个 那咱不管了 反正皮尔斯摩根有他本身 一套 所以当年他是接受 他是接替了Laren King Laren King在CNN 结果在CNN干了三年 跟CNN打起来 因为报酬的问题 他大概他当时一年拿1750万 而当时的这个安德森那个白头发的大概拿两千两百多万是两千多万 所以皮尔斯摩根认为呢 他的名声超过他的他的质量跟名声超过这个安德森 所以那那差了五百万嘛 所以他不干 不干呢 结果跟CNN干起来了 那CNN又说他的收视率不够 就这么一个相互的原因 然后就就撤家了 撤了之后 皮尔斯摩根本身是英国人 所以他又回到英国 后来在Sky News 在Sky News里面做他的一个类似的节目 那这个Talk呢是他新开的节目 应该是去年吧 我记得是去年秋天 跟川普发生了很大冲突 这是这个人的梗干 但这个人确实有着他在英语世界中 英美环境中很有名望 所以当年 当初他采访了罗纳尔多踢球的 葡萄牙的 然后罗纳尔多呢 就急了 就把曼联给干掉了 然后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 然后曼联要把他告到法院去 基本就瞎掰了 最后不了了之了 因为他是跟曼联的老板发生了 这个教练发生了冲突 那结果没了罗纳尔多的曼联呢 今年踢的很棒 就是进入前三甲可能 然后他就自由了嘛 摆脱一个明星是自由了 那罗纳尔多呢 就干脆 因为年龄大了 就到沙特挣钱去了 三个一年的合同是三个月 也是七个亿 那地方有钱 反正就各取所需 就我个人来讲 我只能说 都是利益共同体 大家都在利益上 就是这是个背景了 所以那摩根 皮尔斯摩根去选择了德桑迪斯 那德桑迪斯接受了皮尔斯摩根呢 就显然是希望在新闻的角度上 引起轰动 因为他是政客 对不对 那那个是个媒体 媒介人士 而皮尔斯摩根又跟川普发生过 第一个节目就发生了冲突 所以我相信以这个德桑迪斯的选择来讲 有他的目的 而在他的那个独立的发言当中 今天才出去 独立的发言当中 有个朋友接受 有个朋友不接受 我跟大家解释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精明的人 这个德桑迪斯 自己学法律的 所以非常精明 非常政治上的政客的一套 那背景下他又取得了成功 但他唯一没有的是川普所拥有的 他真的没有 所以他是一个传统的政客中的精英 保守派的政客中的精英 但是他没有川普的所拥有的一切 他没有 无论川普的真实 川普的这个 这个非政客的那种那种精明 但是呢 川普的精明呢 有生命的含义 有一种背景生命的含义 而他又摆脱 就川普摆脱共和党的这种党派 政治党派的束缚 在政治党派的过程中 再尽可能摆脱他的束缚 从而希望把共和党最终呢 淘汰掉所有不被他认可的 这样川普以自己的喜欢跟不喜欢 在修理着共和党 这样就把共和党真正党派的东西就给分解了 所以这是我愿意把它解读成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 真的是个大变革的年代 朋友们可能有喜欢川普的肯定骂他了 这个不是问题了 我个人只是想解读成 跟他解读成尽可能解读非政治的 他在政治中的表现 但我们从非政治的角度去讲 我们用的是英国美日电讯 然后涛哥你都说英国美国胡来 是他胡来他忽悠这些都不是问题 那他确实很快的报道了所有这个相关东西 一个东西出来之后呢 他要不了四五十分钟他就出来了 别的媒体做不到 我们是这个角度 就是这个角度去讲了 那他在采访当中呢 他在采访当中明确的说 不点名的攻击了川普 可以这么讲 不点名的攻击了川普 他认为川普他讲了华盛顿 开国的元首华盛顿 而华盛顿可贵之处呢 就是他离开了 在他在他华盛顿知道什么时候 离开总统的位置 所以他用了这个故事去讲述今天的川普 说你完了就完了 你应该离开了 你不应该再继续 其实他的引誉是这个 那在有关这个色情明星的问题上呢 他依然以嘲讽的方式出现 那这种嘲讽的方式出现呢 被很多媒体 被很多川普的支持者不接受 而对于川普的这个每天发推文 那就是就是这个 刀不刀刀不刀这个 他就讲说每日一句 戏剧的句 所以他同样是嘲讽川普 他认为那个东西就是 这不是一个政治家应该有的素养 政治家有素养 就是干活干事干活干事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差距 相当大的差距 那川普我没有看到川普对他的回应 没有但这个这篇内容老早就出来了 有可能川普在等待着 明天晚上整个 可能才是一个小时 整个的采访内容出来 大概基本就是这样 所以这里面在英国的每日监讯就说呢 德桑蒂斯攻击了川普 认为他可以战胜拜登 那原因呢 川普的麻烦就是说 川普的性格 他性格上的弱点 所以叫日常的戏剧性的故事 他把川普当成一种 这种意义 这个词是比较侮辱的 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川普的政府 跟川普的白宫就是个剧场 你天天唱戏 那这个东西在政治的谈当当中 是嘲讽 确实是嘲讽 所以他讲说 川普的白宫就是每日一剧 然后呢 因为川普对德桑蒂斯起了个词嘛 然后德桑蒂斯就同样是以嘲讽的方式 那个词挺好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叫 反正他就这么来了 爱咋咋就这么说了 然后就提到了这个沉默 在面临川普 现在所谓被起诉的问题 那作为德桑蒂斯 他依然摆正说 那是对方的迫害 所以他分的蛮清楚 这个人分的蛮清楚 我们并不清楚 他最后最终结果是怎么样 但是政客就是政客了 我觉得政客就是政客了 你看看 你看看蓬佩奥跟川普之间的故事 那在他一起搭班干活的时候 那川普非常的欣赏蓬佩奥 而在大选失败之后 出问题之后 蓬佩奥在这个在职期间 依然坚称说第二川普获胜 说那人家问蓬佩奥 说你交接不交接 他国务卿啊 他说有交接啊 那交接就是我们正常 还是这么交接 因为还是这会儿人呢 那是公开讲的 对不对 那后来蓬佩奥要竞选总统 大家就说他是这个 他是那个 所以政客这东西 在我眼睛里 不打地 真的不打地 就像我说的 专家专家跟欺诈者有多大区别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有多大区别 政客跟妓女有多大区别 你告诉我 其实是一样 就是这个东西 他很大的程度上 他要随意改变自己道德的准则 所以我个人来讲说 人一生来不是为了政治 但这个是一个政治的环境 这是一个现实的环境 德桑第四采访中批评了川普 而对川普给他起的外号 他很嘲讽 然后他叫沉默金钱协议的 什么根本性 我想可能是指沉默是金了 因为我并不了解这个 叫斯托米丹尼尔斯的 所谓沉默金钱协议 那因为德桑第四 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持沉默 这是真的 保持沉默 那初选 德桑第一次谈到川普的根本缺陷 他认为自己是靠政策胜利 而不是混乱 所以他作为传统的政客 他是个精明的政客 他讲述了他政客的一套 政客的一套 他只能说讲政 他去赞赏赞赞赞赞赞赞自己 接受摩根 皮尔斯摩根的专访 他说在管理方面 他是超然的 那在这个 佛州的整个管理的过程中 他展现了他的能力 班农嘲讽了他是黄富郎 然后他提的 然后德桑第四说了 你带着你自己的说法走就完了 但是我们不是那个 这里面讲的是嘲讽川普 说你走了 你已经离开白宫了 走了就走了 我们做法是不同的 所以这里面是这样 那他这段话就引起了 杰森米勒的极大的反感 就骂了他 那杰森米勒呢 现在管理着Gate 管理Gate 是Gate的老板 那他就说德桑第四不地道 就这么讲 德桑第四谈到川普给他的外号 他说很有趣 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到底不知道有多多潮生 也不知道是如何拼写 这一份神圣的名字 所以他是很蔑视的态度 来看待川普的 给他起的外号 那随便你称呼我 什么都无所谓 只要你也称我为赢家 因为我在佛罗里达赢了 而在最近的 川普因为很 最近在他的真相社会中 去攻击了德桑第四 他说无所谓 他那个东西就是背景 主要看干了什么 而不是在社交媒体上说了什么 所以他是蛮强劲的一个 蛮强劲的一个对手 我只专注每天的干活 我根本不管其他说什么 他坚持他一再发表言论 在有关色情明星的问题上 他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根本不管 跟我没关系 所以外面的事 跟我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只专注我的工作 我只专注我自己的 所以我就像开车一样 在驾驶舱外面 有什么东西跟我 无所谓 到问到个人行为的时候 他说一个主管人 要像开国元勋那样 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之后 华盛顿就离开了 军事委员会的职务 然后他说这跟川普 在2020年的拒绝让步相对比 这里他是画了一个引号 但这个引号呢 是后面提到的 是不是他的原话 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很显然了 德桑蒂斯就变成了 对2020年的选举结果 是接受的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 一个根本性的对立了 我相信很多共和党人 是不接受 因为一连串的事情 都跟他有关 所以这是德桑蒂斯 在我眼睛里 在他的对话中 应该是最麻烦的一句话 性格的问题 所以他还是拿 华盛顿做比较 他说华盛顿 把国家的利益 放在他之上 然后他就交出了 他的保健 等于交出了权利 他说这是最伟大的地方 那川普 他就以此对比 今天川普 事不罢休不干 就这 整个这样的说法 然后 有关女人的问题呢 德桑 川普是说呢 你拿了一张照片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他拿了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是有人说 德桑蒂斯跟女学生喝酒 什么的 然后川普说 等你老的时候 等你在政客上遇到问题的时候 有人拿着攻击你 基本就是这么 在我眼睛里看 就是这故事了 所以 无论我的说法 就是这基本就是摆台了 那这个时间点呢 有点很大 因为这个时间点 正好是放在川普 要被审的时候 要被迫害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德桑蒂斯拿出这个东西来 说明他是个政客 真的是个政客 他不该在川普这个事情的时候 如果就这么讲吧 他有 他的这番讲话 有着落井下石的嫌疑 嫌疑 但是他不懂得 一个在悲情英雄 悲情英雄在美国的这种 你不能说他不懂得 他美国人他怎么不懂得呢 就是一个命运 你让我理解呢 就不该选择这个点 当他选择这个点的时候 他反映出德桑蒂斯不够善良 就说 我只能说不够善良 你不应该对一个老人 以这样的方式 在这样的一个困难下 以这样的方式 再去攻击他 所以他说 认为在竞争的时候 他会很容易战胜拜登的 那如果拜登要换了 所以这是政治上的动力 我跟强调说 这是政治上的动力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